Hello 我是一辰 今天聽說這個人生扭蛋機 初登場 我是第一個試用者 現在來看看 裡面有什麼 讀者們的疑難雜症 用我一點點錢包的人生經驗 為你們解答 一點點的人生疑惑 這位讀者說 今年30歲 是一名男同志 雖然同婚的法案過了 但父母非常傳統 所以不敢出櫃 爸媽只是偶爾會關心 我的感情狀況 我都只是草草帶過 該怎麼樣讓父母知道 如果出櫃了 是不是就讓他們失望了 我覺得每個人的家庭都不一樣 有的人父母可以接受 有的人父母完全不行 有的人父母慢慢的接受 人生很難說的 可是你要讓自己保持在一個心態 就是我是有能力愛人的人 而且我擁有這個能力 我也擁有這個權利 先求自己認同自己 那父母的 我覺得隨緣 而且他們如果真的愛你的話 時間久了慢慢的 他看到你變成一個越來越好的人 因為你的另一半 我覺得他們也會開心的 也不一定要說破啊 對不對 第二個 第二位朋友 又是今年已經30歲 男朋友31歲 目前兩人在台北租房同居中 在這個年紀 許多同輩的人都開始不如婚姻 但眼前男友卻沒有買房或結婚的規劃 不是不愛他 但很怕人生就此耗在這裡太久 我可以怎麼辦呢 我覺得是要看 你跟他兩個人對於未來 你們有沒有望向同一個方向 如果他望向這裡 你望向這裡 永遠沒有交集的一天 耗在這裡太久 其實有可能是可以遇見的 那就看你願不願意去承受 因為我們人生做每一個選擇 你都要承受它的好與不好的部分 沒有人可以給你太多的意見 因為只有你們兩個 清楚自己兩個人的相處狀況 我覺得你可以列出來 你跟他在一起很快樂的或很不快樂的 如果不OK的比OK的多很多 那我覺得你真的要思考下一步了 終於到了最後一枚 第三個問題 和老公結婚三年 但目前規劃還沒有要生寶寶 可是婆婆很想抱孫 加上老公是獨子 親戚每年都會關心進度 讓我和老公都產生很大的壓力 真怕不生小孩就是不孝 我們該順著爸媽的意見嗎 我不曉得你和你的另外一半的人生規劃是什麼 是還沒有要生但終究會生 或者是根本沒有打算生 這個希望你們在婚前都溝通過了 要不要你們這一點都必須非常清楚 那也必須要跟公婆好好的討論 很多事情都是溝通出來了 悶在心裡反而各自揣測對方的心意或想法 反而會比較慢有小孩還要來的 對雙方的關係傷害來的大 坐下來好好聊吧 不管有沒有聊出朵花來 周圍的親戚朋友那種壓力是一定會有的 你就讓他隨風吧 我覺得人生不見得是要很多的好事發生在你身上 那才叫幸福完美的人生 而是我們遇到讓我們苦惱傷心痛苦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轉化他並且在其中得到些什麼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看起來不好的世界 你跟你身邊你很重視的愛的人們 你們的感情又更堅定也更了解彼此了 我覺得這反而是人生的一個比較對的態度 而不是一直去期望好事發生 太多人都太辛苦了 那怎麼樣我們把有苦有樂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這才有意思 一起加油吧我也有很多煩惱啊